鏡頭搖搖晃晃 貨車司機偷錄影 就想搜證自保 他指控議員服務處人員 態度有待加強 司機說9號下午3點多 他開大貨車送市議會的日曆 到了服務處 因為無法並排停車 沒得卸貨 加上後面巷子又太窄 貨車過不去 沒想到 服務處的人員聽到之後 突然暴怒 就和司機發聲口角 司機覺得很委屈 10號一大早 改由小貨車送貨 開進後方巷子 議員幕僚一同幫忙班 對於前一日有臨時工作人員 和司機起衝突之事 感到很抱歉 外面的話 要停到我們外面去的話 真的會 真的交通也是比較會阻塞 台中市議員競選服務處 設在交通要道上 由於車流量大 貨車零停危險性高 搬貨也無法及時結束 司機才會請服務處的人員幫忙 沒想到遇上臨時雇員嗆聲 受了一頓氣 事後市議員也向司機道歉 也表示會加強服務處人員的訓練 在情緒控管上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韓智欣 李若真 台中採訪報導 讓不亂